這個新聞是從美國的某個網站 所放出來的 這美國這個網站會這麼無聊嗎 是把一個來臺灣的這個消息 故意放出來 如果是臺灣的媒體報導的 那當然我們可能會存疑 但是美國的媒體報導的 表示他 我認為這個可信度相當高 但是他不是 可能不是來演訓 他可能來參觀 或者是來觀摩 對 或者來觀看我們的兵棋推演 這個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他不是只有單一國家 我們看到他到了日本 韓國 菲律賓 那我們看到最近以來 這幾個國家的海軍 又結合在一起了 我們看到像菲律賓加入了 然後這個日本 印度 這個四個國家的軍艦 在臺海巡弋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確現在是 把臺灣納入它的一個印太戰略 那我覺得 美國現在的最大的戰略是什麼 我必須要講很關鍵 美國是要把習近平拉下來 美國現在的敵人 是習近平這個人 大家要注意一點 去年十月 美國的副總統彭斯 在哈德遜研究所做了一個演講 那個演講很關鍵 他是把中國人跟中華 中國共產黨分開來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美國的法律 是中國共產黨 CCP 就是說中國人民 我們是支持你們的 我們喜歡你們 而且我們希望跟你做朋友 但我們今天這類的是 中國共產黨 而現在 現在川普要做的是什麼 把習近平跟中國共產黨 再分割 就製造你的內部矛盾 那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把這個中美關係 搞得太糟糕了 所以你看到包含美國 要抓這個華為的這個 副董事長孟晚舟 孟晚舟背後是什麼 就是跟習近平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他要做這樣切割 因為習近平自從去年 中共的十三大 全國人大十三次會議 他通過了這個被除主席 國家主席任期制 美國認為他就是要當皇帝 而且他就是要跟美國硬著乾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他這次 這個川普忽然的 可以說是打散電戰 兩百億美金 兩千億 兩千億美金關稅 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那中共被迫反擊 不反擊不行 因為習近平前一陣子 被他的政治局常委拍桌子說 你把中美貿易關係搞爛了 你要負責 所以他現在變成不強硬不行 結果回擊是六百億 人家是兩千億 你拿六百億 表示什麼 沒有辦法 他說要奉陪到底 對 不曉得拿什麼奉陪到底 對 現在就被人說 你如果真的奉陪到底 你國家經濟垮掉 但你不奉陪到底的話 你在黨內的強硬的立場 會被人家質疑 其實平時上台之後 強調民主主義 愛國主義 厲害了我的國 戰狼二 結果現在美國對你那麼強硬 川普在你劉鶴要去美國之前 我忽然釋放兩千億美金 是給打巴掌 那你能不回擊嗎 所以被人被迫回擊 可是被迫回擊的結果 也是六百億 被川普看破手腳 我覺得川普現在是把習近平 玩透透了 我看透你了 原來你的能耐就是這樣子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